你好,今天是2024年的1月17日,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第一个想讲的就是关于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就终于又再穿16000这个位,其实上年最差的情况就是2022年的10月31日,那个价格就是14597点, 那现在真是很大机会就是要再去看看这个位置,那看看这个位置究竟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个商底或者是做到一个支持呢,如果不是呢,就是会是再穿底,就是去回,我也不知道多少年前,这个跌破15000这个位置,可能是2008年的时候,就是金融海啸那时候呢,是去过14000点以下的, 那现在经常都讲,就是金融市场的人呢,就对整个大市呢,就很没信心,那很多人就从事着这个行业,都在想着盘算着,就是未来的那个动向会是怎样的,那我只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金融市场, 我想在未来的那两三年呢,都是会是困难啦,那真是要自己去,要去找出路啦, 因为昨天国家主席已经说了,中国呢,他会走自己的特色金融的发展啦,跟西方国家不一样啦,那香港是反映了中国的市场啦,那应该,那个, 那个,未来的挑战会不小啦,那,没得好说啦,就是,我都很认同啊,蔡金强先生那样讲,其实,很有趣,星期一拍那条片呢,我又讲少少历史啦,那其实我还没看蔡金强先生那条片,那大家不若而同呢,都是讲着,中国那个市场的发展, 或者是讲着,美国的市场,怎样他会创新高,那其实就是讲着,一个叫做意识形态啦,那那个意识形态,中国和外国很不一样,就是那个文化,或者是,大家的那个思维模式,完全不一样,那他讲得挺好,他就说,我们香港人看问题,全部的KPI呢,是用钱来去衡量,但是,内地,可能他们全部看,尤其是领导人去看, 他们的KPI呢,就不是啦,那,其实,当权者啦,其实,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呢,就是要维持他那个权力啦,因为维持他的权力呢,才是一个最重心,他的想法来的,就是,你说那个,用了多少钱,其实香港都是,你看到,现在,那些官员去做事啦,他们看的KPI呢,就不是讲, 在讲着,怎样为香港去增加多少GPI,GDP,将那个人均收入去提高,没有,他们反过来就要去看,是要去维持那个维稳啦,是那个主旋律啦,那你要认清了那个主旋律,才知道在那个地方,那个未来的那个环境会是怎样的, 那现在你看到,金融在探底啦,那另外拍的那条片就是讲的,应该是早10天前拍到的,就是讲的那个股票市场跌到万六边,那跟着就反弹回上去,那我就拍了一条片就说,那个市场再去万六边的几率呢,是高过上万七点的,因为, 因为,股票市场是有一个惯性,因为如果你是,由openning,去了做阴烛,有相多的百分比之后呢,它再去,去下跌的机率呢,就会是高,就是除非它回回来的开波位,如果是拗腰回回来的开波位的时候呢,就是说呢,整个调整市呢,已经是圆了,可能反过来就是做阳烛,这些是我去操作股票啊,去看的思维呢,通常都会是这样去做法,那你, 这些房地产,现在你看到,上年新盘的那个撻定数字呢,就越来越多的,第一季就66宗,第二季就35宗,第三季就70宗,第四季呢,就是92宗,那整年呢,就是有263宗的,就是之前想到, 要去托人啊,要去认识人啊,要去买新楼,到今时今日,差不多你肯要做日子啊,去买呢,已经是差不多可以买到,是两回事啦,那你又看到,有些成交价呢,你会是觉得是低得几, 有些,很有吸引力的,比如东涌,影湾园那样,可以做到,四百多万已经是有了,四百九十万,四百九十五呎,不到一万元呎,那, 那,荔枝角,美孚,那那个呢,就做到五百七十万,就是实用面积,五百六十一呎,就是平均价格一万元,那太古城,六百六十几呎,是做九百六十八万,这些价格,几年前,没有人会去想到,那,这个就是,就是叫做,现实啦,那,几个月之前,跟大家讲话,楼价未跌, 那,有很多朋友就说,不同意,又说,内地人,下来香港,就会解决了,这个,买楼的那个,人的问题,那我就说,内地现在,下来的,其实并非是,一些可以带到生意的人咯,而是,他是希望,是填补到一些空缺的人,那那些,未必是很高职位, 就是,你说,现在的公司,很容易,给到一些五万,楼上,至十万的金融的职位,我想很少,大部分,现在,尤其是外资,在想着,怎样是结束香港的生意,或者是冻结香港的生意, 这个就是,就是,就是事实啦,那,又有,另外一个情形,很有趣的,会计界呢,就说,现在,会计师的行业,呢,就有,23个percent的空缺,那,要七个月呢,才填补空缺,那这些,空缺呢, 并非是高位呢,就是,可能是比较,初级啊,两三万啊,三四万,中间的职位,因为真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年轻的人呢,是离开了香港呢,也都,还继续,我都听着,是有人呢,还是计划着呢,是去外国, 尤其是去加拿大,读书啊,接着想着想着,又不回来,因为有很多人的那个,叫做,思想呢,就是,不认同香港现在的,统治,管治呢,那,是,还有些人是,会,想着是离开,但是,内地的人,又未来得及,去,填补,那,你看到,美联中金,那个走势图呢,其实,现在,大家经常催那个,租金上升,是,是,连升了10个月, 但是,比它最高峰那个时候呢,就是,以用实用面积,计算的,平均赤租呢,是由38元,现在只不过呢,就是35.8号半,是,还是有一个,低位,就是有一个,低了,成,10个%在这里,那并非是,好像坊间那些,地产代理说,是,创新高,就是,大家要去,认清楚,就是,整件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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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我想说呢,就是,现在,呃,政府就在吹,呢,就是,说着,那个垃圾经费,啦,就是,说着,要炮街袋,啊,每个胶袋,多少钱,啊,那,我想,四月份,啦,就是,真真正正正实施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是,错流八出,啊, 在看这些团呢,可能是,怎么会是,可能需要,误短的时间呢,呢,才会去到一个正轨,呢,因为有很多,是,舊楼啊,尤其是。那些三毫的',舊楼啊,你叫那些用户吧, 去將那些垃圾用那一種類型的膠袋包好放在後巷 是很難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亂來的時候 他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有很多人會想叔叔 將那些垃圾怎樣放在街邊的垃圾桶 甚至是將那些垃圾存回來在公司擲 我想都會是出現這樣的情況 香港人經常說自己的高質素 這件事就是考驗整個人 即是香港人的水準去到哪裏 應該預視到整個會出現了一些 應該是 我心想應該會出現一些災難出來 尤其是香港人相對來說是比較自私 即是公民意識和公德和選自私來說 我想香港人是會選自私 你看到自私 你看到香港今年在財政年度 已經收回2100個公屋的單位 可能是濫用的 那其實那個情況 我想那個數字 比現在去看到的 我想起碼大成十倍 你收回可能二三萬個單位 其實你又解決到部分一些住屋的問題 真真正正可以給到人去住 即是香港那個公屋那個世襲制度 其實是令到那些納稅人 尤其是中產 是很不時未疑的 因為中產它又不是好像那些有錢人那樣 可以想辦法可以去合情合理地去避稅 或者是把稅務減輕些 又不可以好像基層那樣 可以拿很多的福利 那它夾在中間 香港生活那個叫做價格是很高 但是香港生活的水平呢 我就覺得不高 即是說是一個很辛苦居住的環境 居住環境又狹窄 面積又少 生活成本又高 那所以每一個人呢 是活在一個壓力裡面 那個壓力是 我想比其他 即是大城市是一向都背負了這個壓力 那香港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即是它不跟其他國家這樣 香港那個城市生活壓力太高太大了 要去可以回鄉下 告老歸田 但是香港可能鱷於以前 香港和內地的生活水平相差太遠 它感受不到我去回內地城市 生活都可以保持到 是兩回事 但是 現在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內地那個生活 那個水準呢 追了上來 而那個生活價格呢 又是便宜的時候呢 很多香港人已經是開始是這樣想的 上個星期五 同一時間有兩個人跟我講過 他說他在連塘口岸過關 那連塘口岸附近有一些屋苑 他在說五六八呎是四五千元租 那那些質素又不差的 令到他會心動 尤其是那些退了休的人士 他在香港有層樓 可能拿香港層樓去出租 收到一萬多元租 那足夠他在內地去居住 還有是去生活費 這個誘因就非常之大 有什麼時候的 想下來香港 搭兩元車 就可以回到去香港 這樣的時候 對於他來講 這個壓力就不大了 那還有當整班他們這樣的年紀 就是銀發族六十幾歲在上面的時候 整個社交圈可以搬上去的時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我想 那接下來我想 這個是一個大趨勢 是回不了頭 那香港現在面臨的 一田又說 去他們那個百貨部 因為生意不夠 要將一些叫做專櫃 就是去接埋 那這個 接下來2024年 整個叫做調整 就是那個叫業務調整 會是調整得很厲害 所以香港有餐廳如果是做到兩輪晚飯呢 我想是真的奉無論國 我想一百間裡面都不知道有沒有三到五間呢 是做到兩輪夜市 聽過很出名的 就是以前要排隊的食肆 以前是輕而易舉做到兩輪飯 或者輪幾飯的 今時今日 滿一輪呢 都是很奇蹟 那 現實就擺在眼前 這些是未來會 就是只會是加深 就是如果不是在那個 價格和服務質素去調整之後呢 是很難會再 那麼短時間出現那個情況 就是不是我 就是唱水香港 現在是大家都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議員又看到這個問題 政府又看到這個問題 大部分一般的市民呢 都看到這個問題 那會影響了很多人 因為之前都拍過 就是年多前 我都說 你要辣緊褲頭帶 綁好安全帶 高薪厚職 不會是必然的 因為你尤其是中層 如果是只做管理的 不是做前線的 那其實那個是一個很高危的一個代表來的 以前在97年曾經流行過一句說話 三個五 什麼叫三個五 五十歲以上 五萬元人工以上 還有是中五畢業的學歷呢 這個呢就是高危 但是今時今日呢 都會是出現 可能出現的年齡呢 就會是更早由五十歲呢 就移到四十歲 那你說要是中五學歷 我想現在不是的 大部分都可能會是大學以上的學歷 有時候有機會是碩士畢業 那都是會同樣面對裁員 那五萬元以上 也都是一個高危 到今天也是一個高危 那真是要去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 那很多人未必接受得到 就是由高位達下來 要做一些前線的事情 那有兩個故事想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個呢就是講著 有一個內地的外賣小哥 他曾經在家鄉裏面呢 就是創業做食肆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就欠人錢呢 就欠房貸十萬呢 欠那個叫做做餐廳那裏呢 欠了八十萬 那他就去了上海 本來是做廚師的 後來發覺賺不了很多錢 那他就轉型呢 轉行呢 做外賣小哥 那他說他三年呢 就賺了一百零幾萬呢 那清了那條做餐廳那條數 那現在今年呢 就進一步希望呢 就清了那條房貸那條數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香港藝人呢 吳豪康呢 那他由歌手呢 就轉型了呢 就走去做地盤呢 那這個是要放下麵子呢 尤其是以前 在尾光燈之下 都出過唱片 唱過歌 那要去 落地盤去做 那其實 不是一個 就是放不下麵子呢 就沒有問題 但是你肯放下麵子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是尊重你呢 就是 之前有一個朋友跟我講過 就是你不要看中環裏面 很多人見西裝很漂亮 那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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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的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穿了孔啊 空心老觀 這些說不准 因為很多 尤其是中金融的人呢 就喜歡 打腫臉 充肥仔 那又要讀過學校 又要很多補習班 又要駕駛車 又要住好樓 要開始 一時之間 要去降級的時候呢 他們未必接受得到 那這個 真真正正 接下來幾年 大家看不到出路的時候 是要進行鋼級的消費 給不到錢讀國際學校 就讀回公立學校 香港要去生活其實不難的 你看到全部都缺人的 洗碗也好 餐飲也好 運輸也好 全部都是缺人的 要去找兩三萬不難 但是你放不放得下自己 放不放得下自己就是 自己經常以為在別人的心目中很重要 其實不是 每一個人自己生活都有自己的困難 其實他沒有時間去理你 你只不過覺得自己是站在一個思維 就是一個重心 以前有一句說話 叫做大登科金榜提名 小登科就叫做花 叫做 小登科就 我不記得什麼 大登科就金榜提名 小登科就凍房花燭 那那個 情形就是 中狀元 那當然是 打羅打鼓 那你結婚 是不是需要這麼鋪張呢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挑選 又要找 結婚計劃 找一些 場合鋪得很厲害 因為很多人是未曾經嘗試過做主角 即是男也好 女也好 未試過做主角 那就以為全世界人一定要去關注你 那其實參加來婚宴的人 除非你很熟很熟之外 那一般人其實去參觀這些婚宴 都大大小小 至少都十幾二十個都 都隨時都會數得到 那它是不是這麼關心你呢 不是 即是你以為每一個環節 要做到很細節 其實不是 那那個眼雲 去完這個婚宴之後 大家都不會再記得 即是等同去完一些 送別人最後一程 去完殯儀一樣 都是不會記得 只不過你自己 因為 尤其是很多人 不是靚仔靚女 不是一個 焦點 不是永遠在場合 spotlight打出來出場的時候 在結婚 唯一 可能人生裏面 十幾二十年當中 在那段時候 聚焦的時候 他們就會放這麼多 人力物力在那裡 那這個是自己 一廂情願 回頭一回十年八年後看 那你整個婚宴那些 中間的流程 我想你全部都不會記得 你那個結婚相 你說會不會拿出來看 我想也都不會是 會拿出來看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場景 那個人心態不同 這個是我自己的心態 我覺得隨緣 那你過好每一天 反而是好過去 只是重視那一天 那些什麼節 其實很多人 其實就是 做出來 給人看 你看到很多朋友 來的 你情人節也好 什麼生日 你做完那樣的 那都是被迫 要去做出來 給外面人去看 因為整個世界 就是在做那樣的 如果你不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是會 那伴侶會有意見 那這些是現實的 但是 在能力範圍以內 適可而止 就不要將令到這件事 去給到你很沉重的 財政壓力負擔 因為很多人 用花很多錢 在這些 在那剎那裏面 認為是會聚焦啊 或者的事情 但是 令到你可能會有 不少的時間 就是在陷入一個 財務那個困境裏面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請問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